玉里天主堂设立的二手物资仓库 二月份发生火警 到目前为止修复工作快完工了 也有民众捐赠爱心的二手衣物和家具 原住民主委员会设服处的副处长 还有玉里正公所 也前往二手仓库给神父和员工们交代打气 并且制造原住民级的员工为稳金 玉里天主堂设立的二手物资仓库 在二月份又发生火警 到目前为止修复工作也已经快要完工了 也陆续有爱心民众捐赠二手衣物以及家具 原住民族委员会设服处副处长 以及玉里正公所前往二手仓库 给神父以及员工们交代打气 并且赠送了原住民级员工 总共有44位每人1万元的慰问津贴 回收场 其实有蛮多我们的主人 是在弱势的主人 包括一些身杖跟一些相关 一些弱势的一些主人同胞们 在这边工作 那因为这次的火灾 其实对他们在平常的那么微薄的收入 稍微是有受到一点的影响 神父带领这里的几位员工 陪同几位相关来宾参观二手仓库 这一次圆明会来到这里 就是给予这几位因为大火之后 无法工作的员工们小小的补助金 神父就说了非常感动 也很感谢圆明会的照顾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还有他们的慰问金 他们也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 我们的那些同仁工作也很辛苦 原明会说 刘亦峰神父为台湾的付出值得尊敬 这一次意外也看见台湾民众的积极跟爱心 希望仓库能够早日恢复 相信对天主堂以及安德启治中心现况 没有造成太大冲击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